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考虑让俄罗斯农业银行成立一家子公司,并允许该公司接入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 针对这一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表示,俄网没有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相关的消息发布。 他说,协议继续延长的希望不是很大。 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经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受到阻碍。 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下,俄罗斯、乌克兰于2022年7月22号就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签署协议。 根据最初协商,各方同意设立联合习涛中心对乌克兰谷物等农产品经黑海出口运输提供安全保障, 以保障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进入国际市场。 同时,俄罗斯与联合国签署有关俄农产品出口的谅解备忘录, 内容包括俄方粮食和化肥能畅通无阻的出口。 俄罗斯农业银行重新接入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 恢复对俄方供应农业机械接铃部件和相应服务等。 然而,自协议开始执行以来, 俄方多次就协议的落实情况表示不满, 强调备忘录的内容没有兑现, 俄方粮食和化肥出口仍受西方制裁影响。 这份协议目前已经延长三次, 最新一次延长期定于本月17号24时结束。 俄方表示不看好协议继续延长的前景。